大教育家张伯玲藏讲 人可以有霉运 但不可有霉相 意思是人越倒霉 越要面镜发理 一整斜结 让人一看就有清新 明爽舒服的感觉 这样霉运很快就可以过去 人生也会迎来转机 所以他为南开中学的提词 面必静 发臂理 衣臂整 扭臂结 头绒正 肩绒平 胸绒宽 背绒直 还为此专门编了一个顺口溜 勤疏头勤洗脸 就是倒霉也不显 生活难免有坎坷 一个人如果一遇上倒霉事 就自残行遂 垂头丧气 那就不能怪别人 以貌取人 看不起你 没有人有义务 透过你邋遢的外表 去发现你优秀的内在 越是倒霉的时候 越要活得体面 被人称作中国最后一个贵族的名媛 郑念 父亲曾是北洋政府高官 丈夫是外交顾问 家里有仆人和厨师 陈舍是明清古董 他的生活精致而优越 1966年 在郑念51岁时 他被关进了监狱 莫须有的罪名 没有摧毁他坚强的意志 恶劣的环境没有使他变得随便与敷衍 他沉着冷静地面对发生的一切 在陌生而糟糕的环境中 依然坚持对生活的要求 狱中每天中午只供应一小碗的白米饭 他吃不饱 却每次都要留下来半碗 上厕所用的手指 他也能省则省 米饭当浆糊用 将手指一张一张地贴在岩床的墙面之上 避免被乳被墙上的灰尘弄脏 他还借来针线 将毛巾缝制成马桶垫 给储存水用的脸盆 做盖子防灰尘 甚至还编了一套运动操 让自己在牢狱之中保持清醒 保持体面 正如在加拿大被非法拘警的孟晚舟 就算带着电子脚铐的双脚 也穿着相钻的高跟鞋 一步一步从容得体 不卑不亢 在逆境中依旧保持冷静 以积极的心态 面对世界的纷繁复杂 保留骨子里的体面 是他们最大的魅力 犹太作家普里默列维 在《奥斯维辛幸存记》中写道 他进了奥斯维辛 万念俱灰 觉得每天用脏水清洗自己的身体 毫无意义 一天 他见到一位同为囚犯的前奥匈帝国军人 年近五十 上身赤裸 就着脏水 虽然效果甚微 还是起劲地擦着脖子与肩膀 这位德国铁石子勋章的一战军人说 正因为集中营会把人变成野兽 我们一定不能成为野兽 没有肥皂 也必须用脏水洗我们的脸 用我们的衣服把自己擦干 必须把鞋擦亮 不是因为规定如此 而是为了尊严与得体 我们必须挺直了走路 不是向普鲁士的纪律致敬 而是为了继续活着 体面而有尊严地活过每一天 在生命的尽头仍然保持体面的精神 给了他们奋力抵抗命运的勇气 最终活了下来 并赢得了后世的尊重 情绪低落状态不好的时候 我们没的心情 于是不太注重打扮自己 可越是这样 自己的精气色都没了 一副没生气又邋遢的样子 人也就完了 相反 任何时候都保持体面 把自己打理得干净利落 这样的人活着必然精气满满 风度翩翩 我有一个同学 大学毕业那年 父亲出了车祸 他医院学校两地跑 又要准备毕业论文 又要照顾父亲 又要跑招聘会找工作 现实的压力几乎让他喘不过气 很多同学都暗地里传言 他过得狼狈不堪 可事实并非如此 他每一天 照例把自己收拾得干净 漂亮又体面 头发扎得紧致 整洁 浑身上下一丝不苟 背包里永远放着一本书 和一双高跟鞋 等着期间 随时在看书准备考试 去招聘会 就换上提前准备好的高跟鞋 让自己看起来得体大方 我问他 怎么会保持这么好的心态 他说 如果一碰到事 经济神都乱了 那更麻烦了 本来就是坏事 把自己再搞得憔悴不堪 那更是不堪了 反正任何时候 我都不会放弃自己 是啊 如果你都不给自己一个体面的生活 又凭什么向老天祈求好运 论语中记载 孔子是这样评价弟子言回的 一单识一瓢隐 在露响 人不堪其忧 回也不改其乐 闲灾回也 体面的人即使一贫如洗 也会让人心生尊敬 励志大师杰克·坎菲德尔 在《吸引力法则》里说 你关注什么就会把什么吸引进你的生活 如果你一直关注不好和负面的事物 那么更多不好的负面的事物 就会被你吸引过来 就好比你自己是一个磁场 会不停地向宇宙发射信号 宇宙就像一面镜子 你给它什么 它就反馈给你什么 如果你像祥林嫂一样随时抱怨生活 那你就真的会吸引更多的坏事 相反如果你积极调整状态 体面应对生活 那么你的运气也会很快好转 之前的一些美运也会瞬间化解 纠合无人鉴 存心有天知 就算身处黑暗 也要体面地把自己活成一束光 好了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请点击订阅与分享 也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成为更好的自己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您的观看